因为我中间没有任何痛过 没有任何痛过 没有任何吃过药 也没有任何感觉过 然后他直接说 那你反正胆功能都已经没了 你就把它给割了 我才觉得奇怪 那我说最起码它是个器官 我如果疼过痛过 有些咱治疗不了了 那我认了 真的啥都没干 你让我直接就割了 浙江过来的 我是特意 浙江哪来的 浙江我是温州人 然后杭州的医保 我前面是没刷到你之前 我一直以为 我这个应该就这样子 那个掉了 所以我到前两天 那个附和 我说我可以过来看 我忽然觉得好激动 那我昨天晚上凌晨到的 我应该是我07年上班 第一年可能B超 都没有什么跟我说 到第二第三年 08 09年左右 B超的时候医生会说 你怎么胆壁 好像有点毛糙 有点厚 有点炎症 但是没人告诉我 毛糙是炎症的意思 没跟我说 然后我他 那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是不是早上有喝过水 我说那有 我说早上我知道 不能吃东西 但是喝水 我一般习惯就喝 喝了他说 那你可能是喝水的缘故 然后每个医生都会说 那你定期复查吧 反正因为我每年有查 然后我就一般一年 一到两次做B超 但是每一次呢 也就这一句话 就胆壁过后 下面就是定期复查 那个总结结论 也没告诉我 然后大概是在 16 17年 忽然有一个医生 做B超 就 你怎么胆没了 那么胆功能全没了 那个时候说了 好像可能一说说了 大概应该就只有 三成 三好 三一年 对对对 三成一点几 或成二点几 现在也差不多 因为每一个医生 可能手法不一样 转的角度刚好不一样 所以我前两天来之前 刚好也去做了一个 是2.5成一点几 然后另一个查 有些人是3.2成1.7 差不多就这意思 然后从那时候就没个人 因为我中间没有任何痛过 没有任何痛过 没有任何吃过药 也没有任何感觉过 然后他直接说 那你把这胆功能的 都已经没了 你就没割了 我才觉得奇怪 那我说最起码它是个器官 我如果疼过痛过 有些咱治疗不了了 那我就认了 咱那啥都没干 你让我直接就割了